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财经趋势 我们今天要录到第四集 讲到实体店面的零售业的改革 我们过去三集提到了 为什么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的零售业如此之悲惨 我们在第三集的时候讲到 起码有六个原因 可以看得到 这个国家实体店面年底以前 要关掉8640家 到目前为止有20家已经公告 已经破产保护了 六个原因 让实体店面进入正通改革 我们来看看是哪六个原因 第一个 当然美国的成本结构 节节上升 保险的问题 医疗的问题 甚至我们员工的薪水 加薪的问题 让我们美国的实体店面的零售业 节节败退 第二个原因 当然我们的生产力也是不足 二战以来 我们平均的工资 特别在过去20年 我们美国的工资 果足不前 让我们的生产力也没办法提高 这也是影响到 我们实体店面的生产力 没办法提高 第三个原因 当然 电商的影响 这是一个世代的影响力 无论是Amazon也好 无论是实体店面的太平洋 彼岸的阿里巴巴 中国实体店面大亨也好 在在都证明 电商的确会带来实体店面的改革 第四个 我们也可以看到 年轻一代 特别80后90后 消费习惯的改变 两个人就有一个人 在网上购物 你可以看得到 他们多么钟爱上网买东西 已经很少到Shopee Mall去买东西了 我们进一步也可以了解到 第五点 因为云科技的进步 让电商的科技 有背后的靠山支持 所以有统计的数据 线上的统计的客人 可以带到线下来购买 因而做实体店面的整合 因而这个科技的进步 云科技的支持 让电商如虎添翼 最后一个 当然 百货公司实体店面的Shopping Mall 越来越不吸引人 越来越不风光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到如此的惨状 如此的不堪 起码有六个原因 今天我们就要继续来聊聊 那进一步如何改革 我们今天有实际的建议 你要拭目以待 我们看一段视频 我们继续来聊 主播我今天就来谈谈 在过去四个礼拜当中 两个风灾 Harvey跟ERVA 造成市场挤家欢乐 挤家愁 我们就来看看 ERVA跟Harvey两个风灾 对于哪些公司有承受极大的压力呢 第一个就是Retailer Retailer在过去四周当中 从3%到5%重跌 非常的不等 我们可以理解 也可以想象 当丰州在德州跟佛州的时候 很多实体店面 Retailer不能开店 根本不要讲说能够做买卖了 所以当Retailer重跌 也能够体会 欢迎回来 我是主持人 好好欠好友权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莫穷Michelle 这一集是最重要 重中之重 实体店面的零售业 如何改革 你给我一个建议 如何改革呢 我觉得实体店面 可以和网上店铺联合起来 线上跟线下联合作业 是 所以如果他没线上的话 也不行 所以他一定要 build他自己的muscle 跟他的能够赚钱 工具在线上 因而线上线下 能够合体 是不是这样 是 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事实上也是 现在很多的趋势也是如此 我们来看看一段经文 这几集当中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 我们只要有意有实就当知足 第六章第九节提摩太前书 但那些想发财的人 就陷在迷惑 烙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 叫人呈在被败坏和灭亡中 财是中性 但是发财的贪念是罪恶 让我们陷入在迷惑跟网罗有害的私欲里面 所以常常提醒我们观众朋友 一定要思想要定睛在上帝的身上 因而对周遭才会知足 你才不会被贪恋所害 陷在网罗里面 我们进一步就来看看 第一点如何改革 你答对了100%的答案准确 搭上电商趋势的改革 你看网网 非常有意思 网网在这个礼拜 跟Google两个一起联合 来打对抗Amazon 以后你买东西可以上Google或Android System 你可以在网上购物 网网的东西可以经由Uber晚上deliver给你 所以是三家公司一起合作来对抗Amazon 你看乖乖多厉害啊 前几天我在Amazon上其实也看到Walmart有在卖 Walmart自己有 但是它的平台不够大 因为这个国家 大概电商有近三分之一强都被Amazon吃掉了 Amazon太厉害了 所以一定要有抗衡的力量 我本身也是希望比较有竞争 competition 没有竞争 一个家公司独大不好 所以Amazon需要给它一点颜色看看 说得好 所以你可以看看 Walmart现在它的股票在今年不断的上涨 跟它自己网上购物增加63%有关系 所以股票要涨 你讲对了 一定要有线上的能力 才能够线下的实体能够互相的结合 跟Michelle你买东西的习惯有关系 是不是 是 你怎么买的 我喜欢去实体店铺里看 然后再网上买 你看吧 对付这样的个人就要用这个办法 线上线下 一起作业 Walmart的联合作业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 另外一点你可以看Amazon的Go 在去年12月的时候 无人的一个电商 线下的一个goesery store 你知道进去 你看看它这个标榜的是 no lines 不必排队 no check out 而且是非常seriously 现在都是如此 其实阿里巴巴也有了 是不是 大家都走这个趋势 中国更是厉害 你只要一部手机就可以付款了 对不对 这个我们美国也要多 他山之石可以学习 我们也要多学学阿里巴巴 你看看电商里面 我刚才讲的三分之一强都是被Amazon吃掉 赚钱赚了 第二个是Best Buy 只有3.9% 你看第一名跟第二名差这么远 差到将近35%了 你看看 即使你看Walmart虽然有进步 也占全美国电商的2.7%而已 太少 太少 电商的确带来了很大的改革 所以线上的赚钱 跟线下的合作 就能够合为一体 力量更大 如虎添翼 你讲的非常的对 第二个改革呢 我们来看看建议了 那就是百货专业的改革 你看看这家公司是哪一家公司 先不要看答案 这家公司是哪一家 是Walmart 让你看到答案了 你看Walmart 这是哪里的Walmart 现在的Walmart 很多Walmart都是像这样子了 对不对 是 Walmart你看看 排得整整齐齐 非常的专业 一定要这样的改革 你不这样的改革 怎么可以了 对不对 你不改革 客人 年轻人都不愿意来 货品要增加 而且采光各方面 都有要适当的design 这是另外一家了 请问这家公司是哪一家 先不要看 看这个红色 我们就知道是Target 是Target吗 对不对 对不对 这是Target 如果你不看不出来的话 还不知道这是Target 你可以看看刚才那一张 Walmart 事实上也在卖生鲜的东西 对 而且 organic的富也在卖 你看看Target 也在卖超市的东西 In-store branding 它这种 In-store跟branding的design 让专业 就让很多年轻人想去 是 这也是为什么 whole food会赚钱 你要专业一点 对不对 卖东西一点都不专业 我自己都不太想去了 对不对 真的吗 对呀 您不喜欢去Walmart 或者Target购物 我都不喜欢去这两家 我都不喜欢去两家 我去的是 网上购物 OK 也跟你有一点像 网上购物往下提货 提货在网上购物 我希望你线上线下通吃 这也是时下年轻人喜欢的 对不对 对 所以你看看第三个改革 我们也看看改革 Shopping Mall的traffic 永远是个问题 请问这是戏院还是Shopping Mall 这是戏院加Shopping Mall 这是我们戏谷Fremont的Shopping Mall 其中一角把它改做AMC 增加traffic 增加traffic是现在Shopping Mall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你如何增加traffic Shopping Mall的存在要靠traffic 年轻人都不来 你可以看看seater可以增加traffic 第二个健身房也可以增加traffic 我们弯曲的很多Shopping Mall 不仅增加seater 也增加健身房 健身房seater都是年轻人想去的 所以年轻人自然就有机会回去购物了 所以购物非常的重要 但是你如果Shopping Mall 不吸引人就不会有人去了 要吸引你吸引我都很难 对不对 对 哈罗尔您说到这个话题 我突然想到The Mall of America 就是在明尼苏达州的那个最大的Mall 是 它就是把它给改成了像一个娱乐中心一样 有过山车 然后有旋转木马 甚至还有保龄球馆之类的 听起来我都想去了 对 我们就休息一下 我们下一节再继续来谈其他的三点改革 欢迎回来 我是主持人 好切好有钱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 莫穷 Michelle Michelle 我们刚才谈到 零售业实体店面的实际的改革 我们讲到三点 你记得哪三点吗 第一点就是电商线上线下的结合 第二点就是shopping center需要改革 对 第一点最重要 就是线上跟线下的整合的改革 因为线上Amazon带来了实际的整个的改革风 新的零售 那就是线上要把我们消费者的消费习惯的大数据 把它拿来 什么时候买东西 买什么东西 帮助线下的实体店面 能够实际的帮助我们的消费者 进一步 我们实体店面才会赚钱 好的 第二点你讲到什么 就讲到shopping 就是百货专业的改革 给你答案了 你看百货专业 你看 你看 Walmart也好 或者Target也好 这么的branding in-store的design 让人家非常想去 以前shopping mall 好像是阿公 或者是祖父级的 他们卖东西 什么都放在一起 这种没办法生存了 第三点 我们又讲到什么 吸引人购物的改革 对了 traffic 现在shopping mall 最糟糕就是没traffic 你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shopping mall没traffic 正是如此 80后90后 都不去shopping mall 所以这时候 我们如何吸引年轻人 能够重回到shopping mall 是很大的一个重点 我们看到我们建议 你看实际的 已经有增加shopping mall 改成一部分改成seater 然后另外一部分 也改成健身房 这些都是吸引客人 能够让他们购物的习惯 对不对 是 你是不是去shopping mall 多了一点点了 会啊 有的时候健身完以后 去买一杯东西喝一下 哎呀太好了 太好了 而且顺便吃一下午饭 对不对 后晚餐 是 顺便看一场电影 是 顺便就买一个东西 这也是增加消费的习惯 增加整个的ravelling的增加 第四点呢 我们要看看 这呢 其实我们时下改革最多的 就是这个model 其实这个model呢 是我在北京上海看的比较多的 楼上是住家 楼下是shopping mall 因为楼上的人到楼下来买东西 是不是 这就是很简单 这是Roll Islands的providence的arcade 这是美国最老的shopping mall 一百多年前开的 一百多年前开的 他们在开的时候 因为太老了 把它改革 上面是住家 下面是小型精品商店 所以购物接住家增加地方的关系 所以楼上都楼下来买东西了 对不对 真是够方便的 是 你看看我们这个Santa Cara的 Sant Jose Santa Cara的Santana Road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 对不对 Santana Road这么high end的 整个的shopping mall 露天的 你看餐馆这么吸引人 偶尔就会带太太去 还有带先生去 对不对 他们事实上都住在楼上而已 是不是 是 这种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结合 而且非常非常成功 是 年轻人是不是多了一点 会啊 对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很方便 因为我可以遛狗 遛完狗在旁边吃一点 喝一点 太好了 那你住在楼上吗 不住在楼上 我也希望能住在楼上 其实我的女儿啊 家人 他们都会想去的 因为这种high end的shopping center 结合住家高级公寓 让年轻人他愿意付3000块 或者是3500块 一个月的房租 住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确实 因为他如果能够供养得起 他觉得住在这个地方 享受好的shopping环境 楼下的shopping的store 也因而增加revenue 是不是 没错 这个也是一个改革 而且对市政府来讲 也是好事一桩 因为什么 可以增加税收 没错 楼上付房租 楼下付税金 这个不是很好的一件事 对不对 所以这个model非常成功 其实从El Camino Real 从Saint Jose 一直到Stanford 的Palato 你都可以看到 这个model越来越多 是 旧的shopping后 Town Village 全部都拆掉 重新改建 这也是一个趋势 只要你坐着市场 房租再贵 好像都有人住 是 年轻人还是图方便 图方便 所以就现今 就愿意付房租 到下面去shopping 但Saint Haro 的确是提供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 一个business model 是 全美国都是这样子 其实这是跟中国学的 对 北京 上海 很多都是这个样子 把整个的土地 做最好的利用 地方结合 好的 下一个 又是一个改革的建议 而且是实际 这是Amazon CEO Jeff Bezos 他自己讲的 他说 美国很多上百万的人 非常喜欢hold food 因为他们愿意 提供好的食物 生鲜食材 让我们美国人 吃得更健康 而且吃得更好玩 所以也就是 为什么Amazon 买了hold food 为什么呢 这种百业 百货公司的专业 跟线上的大亨 一起结合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结合的business model 提供我们实体店面的 一个改革的方案 你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Costco Costco也是一个实体店面的改革 Costco以前合并的Price Club 我不晓得 可能已经太年轻了 我们差了一代了 你看上一代的人 我们都到Price Club去买东西 但是结合之后 就有更专业的知识进来 能够帮助百业 百货公司的合并 这种合并也是非常非常的健康 让我们实体店面的改革 能够进一步 能够走在时代的趋势当中 不然年轻人他不愿意来了 那你怎么办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必须能够建议 我们的实体店面有一点进步 你知道实体店面 占全美国十分之一的Workforce 如果实体店面到年底 要关掉八千六百四十家的 你看看 好多人都失去工作 对啊 好多人失去工作 就没有办法更促进消费 没有办法促进消费的话 整个经济都会有所变动 你讲得非常正确 你看看如果实体店面关了这么多 而且预计明年还要到最高潮 是 这还不是谷底 你马上可以说到工作已经减少 第二 银行的贷款收不回来 第三个 commercial building会慢慢调整 对不对 第四个 货品卖不出去 那就更加的不好了 所以商品价钱就会再看 所以你看着好了 今年的Christmas Saysgiving价钱还会再看 进一步 你就可以看到 美国在这个行业 就要做进一步的改革 不然它没办法sustain 它不能支持 所以当到最高点的时候 这个行业都起不来 如果明年经济开始衰退的话 那这个行业不是更加的衰退吗 是不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行业需要认真来思想来改革 我们过去四集 来谈到实体店面的状况的气惨 进一步我们也讲到 实体店面带来的影响 我们也进一步谈到 实体店面在如此凄惨当中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样子 最后我们在这集当中讲到 实体店面我们如何改革 希望在过去四集当中 对我们电视机前面的朋友 让你有进一步能够了解 所以我们要用一段经文 作为今天我们的结束 那就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 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恋贤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用愁苦把自己试透了 我们常常讲 我们常常讲对上帝敬钱才能够对收招之主 你知足就不容易贪 不贪的话 你就生活更加的喜乐 更加的有动力 进一步你人生才会更加的美好 欢迎您收看我们这四集的 有关于零售业实体店面的改革 希望带给你有宽广的广度跟高度 帮助你生活更加的好吗 我们下次见好不好 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